好的 我们先来把上个礼拜的奖励领一下 这边有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有很多的补偿 然后还有一个大乱斗排名第一名1000个钻石 竞技场 我们来看一下 竞技场的话也是第一名800个钻石 好吧 我们来领一下 看一下领到多少钻石 不错 有2480个小伴们 3万多个钻石了 小伴们 大好 我小鱼啊 今天们继续来玩奥特曼王者传奇 我等了很久的这一个周年庆终于来了 小伴们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周年庆的玩法跟以前的狂犯活动差不了太多啊 都是一些挑战活动 然后这边可以兑换很多的东西 这次活动的话 我们还是主要兑换奥特金块啊 这边两个奥特金块 务必把它拿到手啊 小伴们 这里还有幽啊碎片 羽翼碎片 这些都是可以兑换的 这边还有一个称号也可以兑换一下 小伴们 那么这次活动的话 也是针对王者传奇一周年了嘛 这边有一个周年庆 我们来领一下啊 总共是可以领7天 哇 这边有很多的幽啊碎片自选包啊 小伴们 还有很多的钻石 哇 这个太赖死了吧 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 我们先来领一下第一天的奖励啊 这边领到了一个称号 感恩有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称号的一个属性吧 来看一下这个称号的属性啊 加了3000多的生命 然后同时加了格挡破挡100多 哇 这个真的不错 小伴们 其实像这种特殊的属性啊 格挡破挡 闪避 抗暴 暴击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呀 所以说这一个称号非常非常的不错 小伴们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是可以将奇梅拉贝罗斯 给他觉醒了呀 小伴们 这边插5个整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现实召唤 应该是奇梅拉贝罗斯 我们这边拿一个十年抽啊 这边应该插不了太多了 拿一次十年召唤 可以的 直接领取啊 小伴们 领取奇梅拉贝罗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还差四个啊 四个 刚好我们有四个万能币 可以兑换四个幼儿英雄 兑换一个 兑换两个 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材料够了啊 觉醒奇梅拉贝罗斯 等了非常久啊 小伴们 其实小鱼早就可以觉醒了呀 但是我一直都在等火动嘛 对 因为火动的话消费钻石 它是有一些奖励的呀 好的 已经满心了呀 好的 材料够了啊 直接把它觉醒 可以的 终于把奇梅拉贝罗斯觉醒了呀 小伴们 感觉这个游戏觉醒才是刚刚开始啊 小伴们 因为觉醒之后 它这里有很多东西都要慢慢的培养的 对不对 来 开启一个进化任务啊 这是挑战35-1的一个精英副本 总共要挑战20次 可能要几天吧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星雨啊 这星雨突破到15级是可以开启一个合体剂的呀 但是突破到15级要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我们先来把我们手上有的资源给它培养一下吧 咱们这里有700多个这样的石头 好的 我们突破到了星雨4级 这边已经没有石头了呀 这个领域碎片主要在夺宝骑兵 跟我们平常的驻守领地里面都是可以获得这样的碎片的 不过每天能够获得的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突破的话 这边需要一张整卡奇梅拉贝罗斯 暂时没有 我们以后再来弄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戒啊 生戒需要的这些东西咱们应该是有蛮多的 对不对 这个属性加的真的是非常的多 大家看到没有 加一下就加几千点战斗力 生红的材料不足了 这个在大乱斗里面是可以 兑换的小伙伴们 这个里面我们到时候全部把它兑换成活属性材料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奇梅拉贝罗斯的一个属性啊 生命的话是55万 攻击的话是5万多小伙伴们 属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我们来挑战一下机器场啊 可以的 伤害确实不错小伙伴们 只要奇梅拉贝罗斯的大招放出来之后 这一个伤害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最怕的就是技能被打断啊 小伙伴们 好的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兑换码啊 这个是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兑换码啊 我们来看一下能领到什么东西啊 礼包兑换 哇 小伙伴们666个钻石 然后还有一个 这应该是个SSR英雄自选包吧 对不对 可以领到一个SSR英雄 然后还有体力要进两瓶 哇 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呀 这个礼包 小伙伴们看到了没有 小鱼公布一下 公布一下这个礼包 喜欢的话就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